连日来,99岁的抗战老兵孙洪秀在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军营参观 拿起新装备笔画的视频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老人俐落的动作,坚毅的眼神,让亿万网友纷纷追星致敬 近日,中心社记者走进孙洪秀了解他的抗战故事 回忆参军的初衷,孙洪秀告诉记者 当时年纪小,没什么文化,只为有一口饭吃,不再被人欺负 直到后来进了部队,才真正理解了保家卫国的意义 孙洪秀从江苏延城跟随部队一路北上至东北松花江畔 在攻打江苏淮音一役,城墙一手难攻,部队死伤惨重 曾经接收其入伍的老营长也在这场战争中牺牲了 一句话,这个腦袋不是你的腦袋,你就挂在口袋上 枪枪,你的腦袋有着不在,怎么讲小话怎么讲呢 一切变了,我认了你啊,你也认了我啊,还没有死啊 哎哟,他那个腔,一个是打不转的,二个是抢认的我 他都问我,信什么,他就走床面,飞回去了,这个过去了 你看我不是站起来的 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 孙洪秀退伍,留在了红城摆设工作生活 自参军后再也没回过江苏老家 尽管年事已高,但每逢武警广西总队摆设支队 或是关爱老兵志愿者组织宣讲活动 孙洪秀总是积极热情地参与 在近期的一次走进军营活动中 武警官兵们为孙洪秀展示介绍了 部队当下使用的高精度狙击步枪,冲锋枪等武器装备 并现场演示了刺杀等训练科目 前几天去看看他们的枪 我们的枪,他们的第一个锁子的枪 就钉入我们这个枪和身上背的子弹 我们那个过去背的子弹 我们一直不像不超过尸法 就是尸法,现在他们的一个锁子就是尸法 我们现在能有现在的武器跟日本人打的时候 我们起码提前三年 看着从未见过的精良装备 感受着官兵们喊杀震天的气势 孙洪秀尤为感慨欣慰 他边体验武器装备 边向官兵们分享战争时期 武器弹药匮乏情况下的战斗经历 讲到激动时 孙洪秀还拿起拐杖比划起刺杀动作 我看到我们战士们联系的时候 我都告诉他们 这个为什么要联系刺枪 那个刺枪是我们的枪子弹打光了 才就成功刺刀 这是我们讲句话吧 这是最后的局限了 孙洪秀告诉记者 这些年他坚持与学生青年军人等 分享战斗经历 是想让大家知道 历史是不能忘的 但是只讲历史也不行 巩固建设国家 还需要靠年轻一代去创造未来 我还想多活几年 看看我国家建设得更加好 人民的生活更加富裕 国家更加强